然后在这里我们去定义一个BitMap BitMapDrival这样一个对象 我们给它New一个BitMapDrival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New 我们在构造的时候给它New一下 BitMapDr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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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Joybo这个对象 我们是不是要指定一下 我们刚刚说了 7要设置它的一个Bund 对不对 设置它的一个Bund 那么我们随便的去定义一个Bund 还是按照原来那些规则 比方说10 10 这是什么 135 随便 106 当然你在这里其实也可以用Get 我们的Joybo 其实有很多的Get方法 包括能够得到什么呢 得到它的一个宽高啊 还有可以得到它的一个画笔啊 就还可以得到它的画笔 你还可以去给它设置一下它的这个画笔是个什么样子 再Set 看看还有些什么味道 嗯 OK 好 没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什么呢 这个Joybo对象 我们要给它实力化 跟我们这里面的这个News这个图片给它绑定起来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资源 对不对 资源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说过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源是怎么得 是不是用GetResource 得到资源列表 然后我们再Get Joybo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传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ID 这个叫News 它返回的就是我们的这个Joybo这个对象 当然了我们这个也可以这样子啊 可以讲话一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复制 直接给它复制 这要做一个转换 转成BitMap 做一个对象 OK 这样子 是不是我们这张图片就从我们的这个资源 得到了 然后给它设定了一个边界 设定了一个边界之后 由于它是一个对象 我们说这个对象它还包括了笔刷 还包括了我们的PIN 但是这个对象是不是最终还是要画到画布上面 对不对 想象一下 那我们有两种方式来画 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Canvas里面是不是有一个Draw Bitmap 那么这个Bitmap怎么来得呢 怎么得怎么来呢 我们是不是用它的GitBitmap来得到 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方式 对不对 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我不在这个里头 我不再用这个简单的Canvas 还有种方式是什么呢 它可以把Canvas画布作为一个参数传给它 作为一个参数传给它 我们来看一下我怎么做 做Canvas 这种方式 它直接就有个做的这个方法 我们看到没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那么在它的边界里面去画图 OK 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View就给它定义好了 通过我们的一个Joyable 当然你也可以去定义一些Shape的Joyable 去定义一些Shape的Joyable 类似的道理 无非就是什么呢 它在构造函数的时候 构造的时候 它会通过一些Shape 这个Shape你可以直接去构造一个Shape类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GitBitSource的方法 把同一个XML里面去构造 就它好给大家看一下大秒 运行一下 大家看 是不是我就把它给画出来了 还蛮漂亮的 对吧 那么 这样子我们的一个图片的呈现 就非常简单了 那么这种方式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 到时候我们在做界面的时候 动态的去切换我们的一些图片 大家想象一下 那么Shape 如果我们要画一些跟Shape相关的怎么去做呢 比方说我这里也写的有现成的 我还有一种类型 这种叫什么切换就是 就像一个幻灯片的一样去去切换两张图 就这种方式也可以叫 Transition Joyboard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oyboard的这个类 它的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通过这里我们能看到我们有哪些Joyboard 它直接的Joyboard的直接的 它的类类有Bitmap Clip 还有Clip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了 对吧 Color 这些 这就是它还有Shape 直接的类类 还有什么动画的Joyboard 也就是它还可以用来画动画 还可以画我们Transition Transition 这些类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Joyboard 我并不打算一一的去给大家去讲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BitmapJoyboard OK 这就是Joyboard的一个简单的演练 那么除了从资源文件中的图片 我们给它画出来 还可以从XML文件来生成 我这里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就不一一去演练了 时间有限 就拿这个来说 这个就是我先定义了一个 这个我先定义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文件 是哪一个呢 RJoyboard下面有一个expand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在Joyboard下面 这个里面我定义了一个对象 这个就是切换 它里面有两个元素 我们这两个元素可以去切换它 甚至于就是 我会给大家说 大家是不是用过那个Image Twitter 实际上那个就是 用这种对象来切换就可以了 那么我在这儿给大家定义了一个transaction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定义其他的 什么shape啊 对不对 形状啊 还有animation啊 动画啊 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的Joyboard里头 可以有这么多的内容 不仅仅是放下我们的图片 我在这里怎么来做呢 大家看一下这里动态的一个代码 Line the layout 这是我们的一个root view 这是我们的root view image 就它下面我放了一个image图片 图片空间 然后呢 我得到这个zoable transaction这样一个zoable 从我们的资源类里面 给它设置几个属性 设置几个属性 然后 把这个图片给它添加到我们的Line the layout上面 给它添加到我们的Line the layout 那么这个 这个zoable它是怎么画出来的 它是怎么画的 这个就跟我们刚刚不一样了 刚刚我们是不是用一个 用一个view 直接给它去画到一个view上面的 对不对 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 非自定义的view了 非自定义的view 也就是说我们把XML里头 配的一个zoable元素 直接给它画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的view上面 嗯 就这样的一种道理 最后 我怎么用它呢 实际上 就是设置image 你看我们image的这个空间 图片显示这个空间 有一个setimagezoable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图片的对象 给它设上来了 那么设上来 是设上来了 实际上这里头是有两张图片 是可以切换的 所以这个蛮讲究的 那么除了在XML文件里生成 我们当然也可以去编码去构造 甚至于你还可以继承zoable 去实现一个自己的 去实现一个自己的zoable对象 那么这个大家 下来可以自己去演练一下 就是 这是我自动的去生成一个这个 啊 shape 我通过动态的view的这种方式 去画的一个shape 啊 画的一个形状 这个大家 研究一下就行了啊 研究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些如果你都还不满足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我们还可以 去自己定义一个我们的zoable对象 这样子 就在这 你看这里头有一些重载方法 做呀什么 啊 就大家自己来研究一下 对了 所以zoable的话 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那么有了他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去 有必要的话 我们会用到这些不同的这样一些对象啊 但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什么 bitmap 还有我们的shape 可能后面还有我们的动画 相关的一些内容 其他的用的相对较少一点 嗯 那么大家想象 有了这样的一个zoable 实际上他干了什么呢 他用了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是不是替代了我们以前的chemist 因为我们用chemist 是不是也可以画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只不过用他的话 就更简单了 而且更好的是什么 跟我们r资源类是不是关联起来了 所以 一般 你看我们chemist 似乎又用处不大了 似乎在我们利用程度里 用处又不是很大的 游戏里用的比较多 那么这两块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已经了解了应用程序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显示 显示机制 那么在这里要给大家 再介绍一个 一个特殊的图形 叫 night patch 叫 我们可以称为九宫图 称为九宫图 为什么要用到他呢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儿有一个main吧 这有个main 上面我们放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的话 我们给他设置一下 我放一个按钮图片上来 比方说这个 改一下 改一下 改一下他的扩展名 用个截图工具 证明 平静 只能放大不能缩小啊 我想想一下 大点就大点吧 先用着 我们给他设置一下 他的这个背景 Background等于at桌面下面的这个button的评计 改一下小写 改了小写他反而还不行了 再评一遍 海底片 其实找不到 没找到这个对象 看一下 换个名字 暈了 这个地方不要有点 不要有图片名字 而且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当这里 你不知道里面有哪些资源的时候 按照AOT加个问号 看到没有 就出来了 它里面的资源就出来了 OK 刚才我莫名其妙的加了扩展给你 好 那么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 就给他设计了设置上的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设置上了 他这个 他本身都快把屏幕车买了 我怕这个例子不是讲的不是特别到位 那么当我们这个字不是很大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图片是不是很好看 就是字不是很大 字也不是很多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 如果说我们这字非常多 这么长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到什么效果了吗 对不对 那么 所以他就已经超出了 已经超出了这个过程 所以实际上 我们很多时候在做Button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Button应该自适应里面的这个内容 对吧 然后 当这个文字太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Button 是不是按照我们以前的伸缩的方式 至少它应该伸缩吧 对不对 但伸缩的时候 我们要什么呢 只伸缩中间这一部分 因为两边还是要保持它的这个圆角的这个形状 对不对 所以 这种图形 让它中间这部分 包括我们以前做网页很 常常都是这样子 一张图要切成几个部分 这一个部分 这右边一个部分 中间这个部分 才放我们的正纹 因为它会不断的去伸缩 对不对 那么 所以 这样的一个图 就叫我们的NinePatch图片 但现在我们的图片还不是NinePatch图片 还不是我们的NinePatch图片 那么 为什么要有引入我们的NinePatch图片 知不知道了 OK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NinePatch图片呢 这里 官网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NinePatch图片是一个标准的偏迹图片 它也是一个标准的偏迹图片 它包括额外的一个像素的边界 你保存它 而且这个图片 它的扩展名为9点偏迹 就后面会加一个点9点偏迹 保存到我们的桌椅博 跟我们图片是一样的 是我们一样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的时候是什么呢 通过你看上边可以定义一部分 左边可以定义 右边也可以定义 下边也可以定义 对不对 那么上边和左边这两条线 你看一下外面 它就对应到中间 它是不是形成了这样的一块区域 那么这个定义是用来干嘛呢 是用来定义伸缩的区域的 那么好 右边和我们的下面 它也定义了一个区域 这样它也形成了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什么呢 是用来定义我们的内容区域的 这是放这儿的区域的 放这儿区域的 所以这个 而且这块区域是可选的 所以我们定义这样的内派起图片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指定上边和左边 另外一种方式是把四边都给它定义了 好 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制作内派起图片 我们要制作内派起图片的话 我们要用到的是什么呢 要用到一个小工具 关于内派起图片的官方介绍 大家下来也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 这里